眼前这名男子谗媚地举起一枚戒指,这是他老婆的戒指,却被他拿来讨好另一位女人。女子娇俏地看着手上的戒指,随后两人抱在一起。一枚戒指竟换来了春宵一刻。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一个偏远的小山庄,那时的朝鲜正值日军歌剧时代,安玄硕是村中著名的一枝花,她面容娇好,身姿绰越,皮肤更是嫩的,能掐出一把水,村里的男人无不为她倾倒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容貌身姿都很出众的女人,却也拴不住丈夫的心。 她的丈夫金服常年不着家,偶尔回家的时候也是一身落魄,狼狈不堪。 不仅不能往家里寄钱,反而还会在临走的时候,拿走玄硕,辛苦攒下的钱。 为此玄硕不知和丈夫吵了多少次,可丈夫却依旧我行我素,找各种理由借口,敷衍了事。 这一次丈夫在家又短短待了几天,然后拿上玄硕留下的钱,又一次大摇大摆地离开村子。 当村民问她去干什么时,她总是回答说,去采桑叶。 看着丈夫的背影,玄硕已经心如死灰,彻底麻木,连生气都没有力气。 没过多久,邻居突然找上玄硕传话,隔壁村里有个有钱人看上了玄硕,他约玄硕到村中的葡萄园相见。 只要玄硕愿意去,他愿意送玄硕一袋百米。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一袋百米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。 左思右想之后,玄硕最终还是决定赴约。 到了葡萄园,玄硕果然见到一个肩扛大米的男人。 都是成年人,玄硕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 完事后,玄硕高兴地顶着一袋百米回了家。 有了这一次之后,玄硕一发不可收拾,除了一袋百米,一枚戒指,一捆柴,都可以让玄硕躺在地上任人宰割。 久而久之,玄硕的那点是,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人们还记得第一次见玄硕时,惊为天人的场景。 那时,她穿着最时髦的衣服,描着最精致的妆容,就像电影中的画报一样,与这个小山村格格不入。 但她还是顺从地跟在金府的后面,走进了这个小山村,从此也走进了每个男人的梦里。 人们惊叹于她的美丽,有人说她是金府赌博从另一个男人手中迎来的。 有人说她是爱上了金府,才心甘情愿来到这个小山村的。 一时间众说纷纭,可谁也不知道哪个版本才是真的。 对于她放荡的行径,男人都秉持着最宽容的态度。 不管怎么样,一个女人摊上金府那样不靠谱的丈夫,女人自己总归是要想点办法的,总不能饿死在家中吧。 与此相反,村中的女人却对玄硕颇为不满。 出于女人的嫉妒心和对丈夫的醋意,她们总是在背地里骂玄硕是狐狸精。 一天村中的妇女都挤在井边,说笑便洗衣,可等玄硕一来,空中的气氛陡然转变。 一个妇女带头奚落玄硕,还拿起自己手上的戒指炫耀,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很上心,才不会着了狐狸精的道。 其他妇女纷纷点头称是,大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玄硕。 玄硕没说话,自顾自地走了,可她心里却没忘记刚才的屈辱。 对于玄硕这样倔强异常的女子来说,挨骂不仅不会打笑她放浪行孩的步伐,反而会激起她的斗志。 玄硕脑脑中生起了报复的想法,她故意在桥上拦住那女人的丈夫,在玄硕的挑逗下,女人的丈夫心源一麻,当下便求玄硕给她一个机会,只要玄硕愿意,她要什么她都给。 听到这话的玄硕解剖下驴,便说自己想要你老婆手上的那枚戒指,男子急冲冲地赶回家中,趁老婆不备,摘下她的戒指。 当晚她就来到玄硕的屋内,玄硕得意地看着手中的戒指,默许了男子的请求。 直到第二天起来,男子的老婆才发现,自己的戒指丢了,她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掉了,可在屋子周围来来回回找了很久,也没找到戒指的影子。 正在她郁闷时,前去打水的村妇发现,玄硕手上的戒指正是自己朋友丢失的那枚,于是急急忙忙地跑来将此事告知了女人。 女人这才明白丈夫不仅背着她乱搞,还偷偷撸下自己的戒指讨别的女人欢心,她气冲冲地带领自己的伙伴们冲进农田,将自己的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 嫌不解气,又来到玄硕的屋内,逼她交出那枚戒指,玄硕不甘示弱,表示自己没头没抢,这枚戒指就是自己的。 这句话引燃了众女人的怒火,玄硕随即便遭到了毒打,屋子也被人砸得乱七八糟,玄硕双拳难敌四手,最后那枚戒指还是被人强行拿走,身上也受了不小的伤。 玄硕忍着剧痛,一步一步挪到室外,嘴里喊着母亲,便一头栽倒在地上,阳光洒在玄硕的身上,她不禁想起自己的母亲,自己的家庭。 那时的玄硕还是一个少女,一家六口挤在狭小的乡房中,父亲重病在床,母亲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,她粗俗地骂着弟弟妹妹,仿佛在咒骂着不如意的生活。 小小的玄硕早早就领略了生存的间隙,母亲的咒骂声,弟弟妹妹的哭喊声,这一声声像是一把刀子,慢慢将玄硕的单纯割得支离破碎。 当一个人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时,再多的礼仪道德在她面前都是虚伪可笑的,现在的人们只看到她的浪荡不堪,却不知道她的人生曾有这么凄苦无助的时刻。 没过多久,村中的女人纷纷主张要将玄硕这个骇人的狐狸精赶出村子,可男人们贪恋玄硕的美色,对这个主张都犹豫不决,大家商讨无果。 众人想起附近一个威望颇高的乡绅,她的话没人不听,于是村民想请作为乡绅定夺玄硕的事。 乡绅听了玄硕坐下的风流是,连连摇头表示不满,甚至要命人端盆清水,洗洗耳朵。 她跟着众人的指引来到玄硕家,一见面她就开始数落玄硕那些伤风败俗的行为, 并让她立刻收拾行李,离开这个村子。玄硕自己不愿意离开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,对付男人,她自有一套。 玄硕先是哭哭啼啼地扮可怜,一个巴掌拍不响,若不是那些男人贪恋我的美色,又怎会发生这样的事? 把错误权归为一个女子,这真是有事公平。 这一番话配上楚楚可怜的表情,香绅也动了脸香惜玉的心思。 见自己的魅力见笑,玄硕假意给她看伤口,就这样在一步步的诱惑之下,香绅也败倒在了玄硕的石榴裙下。 赶走玄硕这件事,自然不了了之。 此后玄硕在村里依旧大摇大摆,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对身边的冷眼与唾骂,嗤之以鼻。 为了贴补家用,玄硕和邻居的大婶合伙养残赚钱,大婶负责照顾残友,而玄硕则负责采债新鲜的丧业。 大婶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安德鲁,此人五大三粗,脑袋也有些糊涂。 像其他的男人一样,安德鲁也对玄硕的美色寂予已久,可玄硕却很嫌弃他,不断拒绝着安德鲁的嗜好。 一天大婶急需一些新鲜的丧业,可自家的丧树早就摘光了。 安德鲁趁机出了一个主意,那就是去邻村偷别人家的丧业。 但一个人去有些危险,需要有一个人放哨,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玄硕的头上。 晚上两人一起出发,安德鲁第一次和玄硕有单独相处的机会,一路上喜不自生,笑意满满。 但他们还没偷到丧业,便被丧树的主人觉察。 安德鲁吓得撒腿就跑,跑不快的玄硕却被丧树的主人逮个正着。 玄硕吓得不停认错,那主人见玄硕生得如此标志,忍不住动起了歪心思。 他和玄硕做了一个交易,这个要求对玄硕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,于是两人愉快地完成了交易。 丧树的主人很高兴,临别前还送了玄硕很多丧业。 安德鲁见此情景,自然联想到了玄硕一定和丧树的主人发生了关系。 他想到玄硕和任何男人都可以,却唯独拒绝自己,心里不免纷纷不平。 这天晚上,安德鲁偷偷溜进玄硕的屋中,将自己多年攒下来的绸缎拿出。 他想以此换取和玄硕的春宵一刻,可玄硕还是断然拒绝了他。 这件事激怒了安德鲁,他决心报复玄硕。 而报复的手段就是,把玄硕做的事情全都告诉金服。 不久后,金服又一次回到家乡,玄硕十分高兴,连忙给他递饭递汤。 可夫妻二那温馨时光,没持续多久,便被闯进来的安德鲁打断了。 当这玄硕的面,安德鲁将他在村中做的丑事一一抖落。 金服气得将手中的碗扔向安德鲁,两人扭打在了一起。 原来安德鲁常年在外并不是沉迷赌博。 或是女人,而是秘密参加抗日活动,甚至还参加过抗日战争。 这样的他自然有一身毫无意,将安德鲁揍得爬不起来。 对于妻子背着他做的事,金服虽然有些生气, 但他想到一个女人独自养家,确实也存在无奈的理由。 所以他选择谅解妻子。 说到底这一切也是因为自己不能给家中带来什么,但他也有苦衷,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去。 所以他只能以一个好色赌徒的姿态继续着这样的生活。 一方面他舍小家雇大家,做着最无可指摘的事。 可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也让自己的亲人饱受欺凌与委屈。 同之前一样,这次金服仍旧只在家待了短短几天,便准备再次离开。 宣说大发雷霆,痛斥丈夫丝毫不顾及这个家,也不心疼自己的付出,自己就算在家饿死,恐怕丈夫也不会知道。 宣说真的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。 面对妻子的责问,金服有苦不能说,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离开,只是这一次金服恐怕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。 因为在村口,一个日本军官正密切注视着金服的一举一斗,目光中透着满满的杀气,手中的跨刀也叙事待发,看起来他已经清楚地知道金服的身份。 面对金服的恐怕不是牢狱之灾,便是被这位军官首任的结局。 伴随着金服的步伐,村子里的人们唱起了劳作的歌曲,金服目不斜视,昂首挺胸地与日本军官擦肩而过。 而玄硕则泪眼朦胧地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,可能在心中他已经知道了丈夫的结局。 此刻电影充斥着一种浓浓的无力感,在悲伤的论调中,电影至此结束。 桑叶是1986年上映的韩国伦理片,电影讲述了一个婚姻不幸,在男人身边挣扎求生的女人,同时电影还有一条暗线,这条暗线表现了日剧时代的民族悲剧和家国情怀。 导演李斗雍是韩国的中间导演,这部作品正是他80年代在韩国新电影的冲击下,走向作家电影的代表作。 此外,这部作品还在日本供应过,片中取景是在一个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小山村里。 电影中的女主角为了生存,流连于不同的男人之间,这或许也代表了当时朝鲜民族生命力的旺盛。 电影中有描写村民是如何战胜贫穷的,他们对于生活有自己的努力和理解,面对日本帝国的占领,他们英勇无畏,坚持自己的民族信念。 影片中最多的就是展现女主角玄乐是如何生活的,她因为耀眼的美丽,成了男人垂涎的对象,成了女人的公敌。 在生活逐渐不堪重负时,她选择了用美貌换取生存的钱财。 这样的故事情节不禁让我想起著名影片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,同样是美貌的女人,同样是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下,同样是用美貌换取生存,同样是悲苦的命运,可她们又不一样。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玛莲娜有着美好的童年,她一开始并不愿意做肉体交易,可去了战场的丈夫音信全无,自己则由于过分美丽,遭到了全村女人的攻击。 甚至父亲都始于在和她联系,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,为了生存,玛莲娜做了妓女,以此作为养活自己的方法。 可本片中的女主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,她从小便懂得生存的不易,为了几块红薯,她选择尾身给一个男人,后来嫁了人,以为有了依靠,谁知嫁的男人是搞革命的,家里本来就没钱,她还常年累月不在家, 回家也就只会要钱,要吃的,要穿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安玄硕要活下去,只能利用自己的美貌了。 纵观全片中的几次交易,安玄硕都是在你情我愿的状态下做成的,这并不是她生性放荡,而是因为从小经受命运的拷打,她已经对生活的残酷感觉麻木了。 安玄硕是美丽的,也纯结果,欺负她的一直都是命运和生活。两部电影还有一个共同之处,那就是他们的悲剧都起源于丈夫参加了战争。 一场战争留给人的悲痛有多少,不要说那些瞠目结舌的伤亡数字,仅仅看看一个普通的家庭会因此产生多少变故,我们便能愧得一二。 所以珍惜现在的和平时代吧,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求不来的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结束到这里,喜欢的点个关注,我们下期见。